女人刚生下婴儿 下一秒却把剪刀对准了她 这是撒旦的女儿 直到老师赶到 才叫停了这场霸凌 失魂落魄地靠在老师怀里 看着欺负自己的众人 嘉丽心里充满了仇恨 她眼神一变 玉石灯管瞬间爆炸 原来她的魔力苏醒了 回到家 妈妈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但她不仅没具安慰 反而指责女儿不解 还疯狂用头撞墙 以此折磨嘉丽内心 接着 她强行把女儿拖进禁闭室 让她忏悔自己的错 接连遭受委屈 嘉丽崩溃地大叫起来 没想到 她的愤怒竟震裂了大门 第二天 所有同学都被地里嘲笑着她 还在柜子上写下侮辱的话 原来 校爸爸视频传到网上 全校人都看到了狼狈的她 承受不住一样眼光 嘉丽被迫躲进厕所 她不明白 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欺负自己 心中怒火不断燃烧 就在这时 镜子突然裂了 意识到自己的超能力 她尝试着用意念操控碎片 果然 碎片成功悬空而起 而她脸上 也终于露出了笑容 这个女孩是撒旦之女 她伸出手 书全部飞了起来 再轻轻一挥 整张床竟挑到空中 女孩开心极了 一直被人欺负的自己 居然拥有超能力 在欺负嘉丽的人中 这个女孩始终过意不去 毕业舞会在即 没有舞伴的人会被人嘲笑 知道嘉丽没有舞伴后 作为弥补 她主动找到男友 想让她作为舞伴 陪嘉丽出席舞会 男友也是个善良的人 在老师嘲笑嘉丽时 还曾站出来帮她说话 第一次接到邀请 总被捉弄的嘉丽有些害怕 以为是戏弄自己的新计划 但感受到对方的诚恳 她才开心地答应了 可妈妈知道后 却生气地不允许她 召集一帮人来到郊外 准备在舞会上狠狠报复嘉丽 终于到了舞会这天 换上亲手缝制的美丽礼裙 嘉丽从没这么高兴过 但临出门前 妈妈却用自虐来阻止她 好在有超能力的嘉丽 终于在男孩的陪伴下 嘉丽如愿来到舞会现场 跳了人生中的第一支舞蹈 从未感受过的善意 让嘉丽温暖极了 可很快 她就发现了奇怪之处 舞会皇后的候选人名单上 竟然出现了自己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主持人就宣布了舞会皇后 正是嘉丽 一瞬间 所有人都鼓起掌来 接收大家的善意 她也放下戒备 开心地走向舞台 丝毫没有察觉 孝爸正藏在舞台上方 女孩走上舞台 一捧猪血突然浇了下来 就在这时 屏幕突然亮起 她遭受欺负的画面 原来 孝爸故意偷换选票 让嘉丽当选舞会皇后 就是为了这一刻 让她当众出仇 成为所有人的笑柄 果然 看到狼狈的嘉丽 所有人都笑了 他们毫不掩饰恶意 肆无忌惮地嘲笑着可怜的女孩 忽然 梁上的绳子松了 装满猪血的铁桶狠狠砸向南海 从此再也没能爬起来 嘉丽伤心欲绝 所有人都欺负自己 可她没想到 他们竟连自己身边人都不放过 压抑的愤怒彻底爆发 自己的人 嘉丽更是没有手软 从人间炼狱飞出 嘉丽开始追杀逃跑的笑柄 她轻轻一脚 马路瞬间炸裂 认出挡路者是嘉丽后 笑柄竟让男友踩死刹车 想要撞死嘉丽 决祸害 身中树刀后 嘉丽再也忍不了了 怀里抱着妈妈尸体 嘉丽万念俱灰 唯一深爱她的母亲 却要杀自己 到最后 自己也成了弑母的罪人 这时 始终关心嘉丽的女生赶到了 她伸出手 告诉嘉丽自己会帮她 但终究还是太晚了 她已经没有任何留恋了 魔力再次爆发 房内盾石地洞山摇 嘉丽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把女生送了出去 然后 紧紧抱着妈妈的尸体 埋在了坍塌的废墟中 状态 你是小头暂停的情况